奥运热闹进行也看见了MIT品牌的骄傲 台湾企业总共有10项堪称世界第一的运动产品 分布在纺织、制鞋、自行车运动产品四大产业 产值将近5000亿元 专业人才需求量大增 美商银行与纺综综合所携手合作 打造就业列车 帮企业和年轻人快速找到纺织业的相关工作 即将启动 按 协助对纺织产业有兴趣的年轻人 能够快速正确找到适合的工作 同时帮助业者找到优秀人才 美商银行与纺综综合所合作 打造纺织快速就业列车 初期招收150位年轻人 进行一个半月的密集培训 任内的一些在职的训练之后 也许它可以往业务发展 也可以往管理发展 也可以往生产发展 希望能够针对比较弱势的学生 可以针对这个我们叫做储备干部的这个方向去走 其实我们的潜水布料 我们有很多的运动机能的布料 其实是世界一顶一的 不是只有高科技产业 被视为西洋产业的纺织业 近年重振产业地位 更在奥运大放异彩 远东新世纪提供 Adidas Nike Puma 最高级的回收巨纸瓶再制布料 机能布料厂宏远 开发出轻薄防水 保暖舒适的流行皮革布料 或Adidas采用 成为今年德国奥运代表队队服 Nike主要布品供应商 如红 导入针织体化机台 少量多样化产品 也获得不少大订单 带动人才需求 不但需要 150个还不够用 大概会希望他们 希望后面都加一个零 我们会更努力 那应该未来 会一个月比一个月好 在政策上 我希望政府能够创造 我们投资产业的一个优势 比如说土地 人才 那在一个周遭 整个供应链的配套的环境 这些假如说 能够组成一个产业的居住的话 那这个就会再回来 产观学吸手合作 让年轻人的创意 与专业度结合 增加产业连结的厚度 提升台湾纺织业的竞争力 新唐人亚太电视 高建伦李晶晶 台湾台北报导